就不應該責任 B poner with you Yo生朋友 大家好 我是 soja 歡迎大家回來看我玩這個 VZERO NOST IN MEMORIES 如果一種遊戲好不好玩 然後可以用顏色來代表 這遊戲一定是一種很好玩的遊戲 我已經在addicted to這遊戲沉迷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 我是瘋狂地玩這個遊戲 今集我會說一下 因為這遊戲的培養角色 都是比較多元化 要在幾個方面同一時間培養 所以有變於一般的普通遊戲 雖然它是Sender 所以我問了一些日版的朋友 他就給了一些建議 我前期應該怎樣去培養一些角色 打什麼關卡 培養起來的時候 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所以今集我會去分享這資訊給大家 當然如果大家有其他意見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但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我上一集 推薦了一些首粗的角色 以及推薦了幾隻比較好用的角色 這些其實是來自於網上 很多人分享了一些 Tier 表的資訊 以及經歷過很多的測試 但分享完之後 有些觀眾就私下跟我說 其實有些角色 並不是想像中真的那麼好用的 不如我今集就馬上分享這資訊 免得一些歪風不停地掌握 馬上看看吧 第一隻就是這個 拼上聖命的Subaru 有人說 Subaru這隻角色 因為他的隊長技 雖然是很慢用的 但是呢 用過呢 就會知道 其實他的隊長技加攻 是加得很無感的 所以變成這隻角色的評價 就是由我上一集說 好像很好用的 到現在 原來是這麼無感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那個首粗的推薦 因為其實首粗推薦 有很多更好的角色 例如這三隻 這隻Emilia 跟我上一集說 都是很強的 然後 背剃 還有密密 還有黑塔洛 這幾隻呢 其實菲利斯的貓都很厲害 日版的朋友都比較推薦這幾隻 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要用來抽首粗的話 我建議這四隻 你用來做首粗已經很好 還有那隻太陽王女 那隻菲利斯的 那大家其實都可以用來做首粗 那 就 聽一下真實用家的說法 我們就不要人運逆運 所以這隻SUBARU 大家如果抽到的話 但你又很喜歡做 拆首粗這件事 那你就拆掉它 OK 那好了 回到今集 今集我們會介紹一下 如何培養這些角色 培養角色 其實有三個部份 那好了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Level 就要打這些經驗卷 還有 這裡有開放上限 即是 每升滿了之後 你就可以開放上限 那在哪裏可以打到的呢 其實就很簡單 好像普通遊戲一樣 暗關卡 這裡陪玉迷宮 這裡是EXP的關卡 EXP的關卡 EXP的關卡 它有兩件事可以打到 一個就是經驗卡 第二件事就是 回憶的結晶寶石 經驗關卡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突破等級上限 你就按下屬性 打它不同的進化的結晶素材 你打滿了之後 就可以拿來突破上限 剛剛提到那些結晶寶石 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結晶寶石就是用來強化記憶結晶 也是強化記憶結晶 沒什麼特別 只是用來升 就是很簡單 粗暴打完就用來升 第二件事 關於角色培養 就是這個 培養它的技能 技能你可以怎樣升 首先我先說一下 要怎樣升 你要每一隻技能都平均的 每招技能升的 因為它會有特殊的加成 這個要記住 第二件事 就是技能可以在哪裏打到呢 其實一樣都是這個關卡 培育迷宮 這裡會有些技能的池塘 你進去可以打這些技能的素材 OK 這就是第二件事 而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第三件事可能有很多人會錯過了 就是一個叫做 大家看看這裡 記憶版塊 這個位置 記憶版塊 這裡其實是可以加很多很多能力的 但是這記憶版塊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推主線的時候 可以拿到的一些勇氣的證明 這個好像是魅力 平均有四樣東西 大家玩過劇情線 你都知道哪四樣東西 但是那些可以在哪裏拿回呢 其實在關卡裡面 你直接拆主線關卡 它都會有送的 所以其實就是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打培養關卡 第二就是打主線 拆這些記憶版塊的素材 那升呢 就是這幾樣可以升到 當然啦 還有如果你能夠角聖你的角色 其實你也可以角聖你的角色 不過這些就看運水 抽回來 OK 還有這隻遊戲 大家要留意 升等級的 培養起來 你要平均地把隊伍升等級 例如說你首先 設定一個項目 例如說我第一次的 就是升到他全部50級 然後一次過再幫他突破 然後第二個目標就是把隊伍升到60級 然後一次過再把隊伍升到65級 那現在那些大佬 即日版的朋友跟我說 建議先把隊伍升到65級 然後大部份的關卡 你都會沒有難度地過到 以及都可能會應付到第一次的活動 所以大家升等級的時候 就不要集中在同一隻上 只要平均地升 而且因為這個遊戲 他拆關卡的時候 相信你拆過都知道 其實拆關卡 這裡有個自動續關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用模擬器刷就好 要不然你用手機刷會爆炸 還有一個最重要 就是這遊戲 不同的公主連結 其他遊戲 買體力是沒有上限的 只要你有石就可以買的 即是說其實你可以當你火金 你就拿一個鑽石 不停地慢體力 然後掛它一個晚上 其實有的素材 已經全部都在你的褲袋裡 OK 所以這遊戲的鑽石 都算佛心 Sanger真的不錯 這些鑽石 抽東西 還可以 抽東西 拿來換體力 可以追到的進度 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 剛剛說到抽東西 其實我也抽了很多東西 剛剛也看到 這遊戲的出貨率 也不錯 我也有合理懷疑 是因為它的石 其實也不便宜 大家看看它課金的石 魔法石 一個月只有幾次 你一單才只有五千 即是五十抽 所以一單五十抽 這件事是否平衡 我覺得有點不便宜 不過出貨率很高 可能因為它的石櫃 而且它的五十抽 也不是五十抽 五千石 是一個月只買三次 所以大家服氣金上來 就斟酌一下 我建議你有你的角色之後 你就把你的石 留下來 拿來買體力 拿來升高配隊 然後過關卡 打PVP 慢慢培養會比較合適 好 今集內容就到這裡 希望這條影片 可以幫助一些 培養起來 還有一些困惑的朋友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給個like這條影片 你喜歡我的頻道 就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和我們一起打遊戲 就加入我們的Discord群 我是奧斯卡 我們繼續用愛發電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 到 nuestras下條影片 到底可以做個 Like Ron 屁股的放置 就要看 再能夠換一個